从大S离开王小飞 与聚军夜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后 他们双方的事情都没有消停过 而这次大S的最新采访曝光 谁曾想网上像疯了一样传出 大S婚类出轨聚军夜的消息 而且还说好像在十年之前 大S就已经背叛了他们的这段感情 就已经与聚军夜携手外出旅行了 甚至还有很多的粉丝在替汪小飞喊冤 说汪小飞承受了太多太多 在这个访谈节目中 特意为聚军夜和大S设置了一个你问我答的环节 聚军夜询问大S 两人一起旅游的第一个国家是哪里 或许是害怕大S忘记昔日的点点滴滴 聚军夜还特意提醒大S旅行是在十年之前 而大S也很快给出了答案 说是东京 本来只是两人之间的一个互动 但谁曾想 时间线却卡得如此精准 十年前 那应该是2012年 那时的大S不是刚刚与汪小飞 步入婚姻殿堂两年吗 为何刚刚结婚后两年 就与别的男人一同外出旅行呢 而且大家再联想一下大S和聚军夜给外界的信息 两人一直向大众说 自从20多年前两人分手后 他们之间就断了联系 而聚军夜得知大S结婚后 更是选择了默默守候 只等到大S离婚后 聚军夜才决心与大S取得联系 两人才决心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如今 却在节目中说自己十年前就与大S一同去东京游玩 这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最近这段时间 汪小飞一直在网上爆料 大S怀孕三个月的消息 网友为她的行为不齿 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男人的作为 可如今若是说十年之前 大S就已经出轨了 那汪小飞确实有点惨 舆论发酵的越来越厉害 网友喊花大S 让她赶紧站出来给一个回应 而大S的经纪人 公关能力着实强悍 火速站出来发声澄清 说视频中说的是 20 years 也就是20年前 因为一不小心翻译失误 才导致了这个误会 不得不说 给出的这个理由非常的牵强 采访他们的杂志 可是世界顶级杂志 人家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 而且大家想想 这次杂志所给出的宣传主题 本来就是两人 时隔20年后的旧情复燃的故事 就连大标题中 也都是跟大家讲述 20年间两人感情的牵扯 那为何在正文中 又会写成10年前呢 这一波操作 真的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大S在与剧军业携手走到一起后 或许是为了躲避外界的舆论攻击 所以才宣告退出娱乐圈 可谁曾想 这次接受媒体的采访 却再次让他成为风口浪尖上的人 陷入了舆论的泥潭 不管是真实的事情 又或者真的是字幕组的失误 既然大S剧军业 两人已经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那就希望他们能够一如既往地 坚守在对方的身边 不要受外界的这些影响 继续甜蜜幸福下去吧 近日 台媒曝光大S夫妇私下聚餐的画面 露面的大S胖了不少 小腹隆起 明显再次被遗怀孕 画面曝光后引发热议 当天露面的大S打扮低调 穿着一件宽松的条纹长裙 头发乌黑发亮 不过发福明显 整个人显得十分圆润 居军业同样穿着条纹衬衫 外加一件备带裤 两人情侣式的打扮十分抢眼 据台媒报道 此次两人是单独外出泳餐的 被网友偶遇后 亲切地和众人拍下合照 值得注意的是 大S不仅身材发福 肚子也突出明显 看上去比居军业的还要大 画面曝光后引发热议 虽然有人认为 大S的状态是幸福肥 但更多的网友猜测 大S已经怀孕了 其实 早在之前 就曾有大S怀孕的消息传出过 多家媒体报道 大S怀孕快三个月 更有媒体爆料 居军业的妈妈在得知这一消息后 一天打三个电话表示关心 而这样的传闻 在七月份也出现过 当时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大S的妈妈也出面发生回应 直言 拜托动动脑子好吗 表示现在怀孕对大S的身体来说 是无法复合的 而女儿的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有关大S的身体状况 S妈也多次受访回应 表示女儿有癫痫抑郁 甚至心脏还有一些问题 而大S为汪小飞生儿胎时 就曾遇到过危险 后来也留下了癫痫的后遗症 2018年 大S还曾因癫痫发作 在家中昏倒 被紧急送往医院 回看大S和聚军业的这段感情 3月8日 大S突然毫无征兆地 在社交平台官宣二婚的消息 全网都被赶震惊 虽然当晚夫妇俩热度极高 但大S一直不愿正式露面 不过期间也断断续续 被曝光过私下的状态 其中还包括两人的结婚照 期间 大S每次露面都会被赞 状态好似少女 无数网友都表示 大S二婚后回春了 虽然夫妇俩不曾同框营业 但热度一直不减 直到9月份 大S正式复工 再次被赞美出新高度 随后大S的聚军业 正式以夫妻的模式合体营业 两人还登上了某杂志的封面 每张照片都甜度超标 后来在接受采访时 大S也狠狠地秀了一把恩爱 夸赞老公的脾气好 一直很包容自己 说这段话时 大S也全程面带微笑 一脸幸福 如今两人的这段婚姻 也从一开始的被质疑 转变为被祝福 虽然大S是否怀孕未知 但抛开她的身体状况 46岁怀孕本身 就有着很高的风险 过去 大S发福真的只是幸福肥而已 无论如何 还是希望 他们两人能够一直甜蜜下去 也期待夫妇俩能够多多 捅框露面 如今的娱乐圈 任谁也没有想到 大S与聚军业闪婚 居然一直吵到了现在 再加上 时不时 汪小菲会添上一把柴 这使大S与聚军业的热度 一直持续不断 这一次 两个人走上热搜 是因为大S随老公 一起参加了一档访谈节目 这是两个人闪婚之后 首次合体现身 当然 内容还是老生常谈 关于两个人恋爱婚姻的一些事情 夫妻二人在访谈中互相打趣恩爱异常 现场的氛围含糖量超高 甚至有点厚人的感觉 在访谈现场 两个人会默契地穿上轻侣装 上身全部都是纯白色的衬衫 下身都是天蓝色的牛仔裤 光头的聚军业 戴着副黑边眼镜 显得十分的帅气 大S则显得楚楚动人 一头飘逸的大波浪卷发 显得十分的清纯妩媚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她的身材与颜值确实令人有些吃惊 真的保持得太好了 完全看不出是一个40岁出头的女人 在访谈中 有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 暴露了两个人的真实状态 整个过程两个人看上去还比较默契 相互间都能答对对方提出的问题 过程当中 韩国欧巴对媳妇还是非常了解的 比如大S严固的一些作品 流星花园保持通话等等 巨君叶表示 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就是流星花园 在她眼中 大S非常适合山菜这个角色 可是接下来 大S的提问却让网友们都有些匪夷所思 大S问她 自己身上有多少处刺青 巨君叶只达上了9处 实际上 大S全身共有10处刺青 巨君叶没达上来的那处刺青 是在大S腿部 在经过大S提示后 巨君叶才如梦初醒 对于这一点 网友们十分不理解 从平时的报道来看 两个人都非常喜欢刺青 并且他们已经结婚住在了一起 双方共同喜欢的东西 居然还能有一路之处 实在让人有些费解 反过来巨君叶问大S的一些问题 大S则轻松应对 他表示 自己喜欢让老公在人前有帅气的表现 自己也会为此感到骄傲 接下来 同样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巨君叶记不清大S的刺青 大S同样不记得老公的鞋码 他称 虽然送过老公鞋子 但是却不知道他穿多大码的鞋 只好晚上偷偷画老公的脚 按画的大小去给他买鞋子 只是 一切的一切都比不过巨君叶 向他求婚的那一刻 当时 他在电话中向大S保证 结婚之后一定到台湾定居 说这番话时 大S满脸都充满了幸福感 最后 两个人还在节目上 互动打闹了一阵 两口人的亲切互动 完美体现出婚后生活的幸福 不经意间 大S的脸上 就会露出超自然的幸福感 看来 这次 他真的嫁对人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